大家好,新年快樂,這條影片我錄過的,因為之前的影片太長了 還有一大段時間忘記關了風扇,沒辦法 你會看到我換了一個背景,就是跨年煙花 這個是雪梨獨有的,這個跨年煙花剛剛9點放了一段時間 因為通常會放第一輪,尤其是有些家庭,帶小朋友去看 你站到12點就不行,所以會放一輪,然後那些會先走 我在3年前,2018年,試過一次跟教會的朋友幾個 拿一些帽子霸了位置,下午12點,在沙灘前面 這樣就霸了12個小時,終於看到了 走都要走,回到家裡就離開了幾、三個小時 都挺辛苦的,但是很深刻印象,很壯觀 當然我的位置也不是在到最近 的確,尤其是雪梨大橋的位置很漂亮 我不會說太多了,你們可以試一下去澳洲的台 ABC那些應該有直播的,你可以去看看 OK,電腦也應該看到的,因為你訂閱應該會看到的 你自己想吧,你自己做 我這裡有9點多,我想拍這段影片 一會兒都想去,差不多10點 那大家還有2個小時,你們可以趕快去看看 HAPPY NEW YEAR 今年是很複雜的,因為有很多事發生 你也知道,我可能會感染到肺炎 但其實症狀非常 mild 就算真的有,我猜明天有了 但就算真的有,影響也很小 所以打了兩針是很嚴重的 我的家人也是 不知道那些是否真的有症狀 所以還是感恩 當然之前那段影片,要吸引大家看 就說可能是染肺炎 其實你看到現在澳洲是第五個國家的升幅最快 根本就是想大家與病毒共存 所以這個手法是怎樣,我不知道 但都被人救病 看看市情發展如何,我也是平安的 我想在這個年尾特別 你看到我現在就應該是相差兩個 七、八個訂閱了 那我就九個月,由4月1號 如人節做到現在剛剛九個月 九個月裡面有七、八個訂閱 每個月有百幾個 其實我也覺得都OK的 很感恩,也是年尾 所以我就會錄幾條片 構思就是這樣的 所以我今次這段影片要講得爽快一點 就是講一下我的頻道的analysis 就是分析一下我的頻道是怎樣 其實之前都有給大家看過的 但是九個月又年尾 一個小總結都是好的 我希望很快給大家看到 其實我的頻道裡面 哪些影片比較受歡迎 還有有多少人看 看看有多少時間 OK? 那第二條影片我想錄 就是第二、第三都是回顧的 一個就是個人的回顧 就是做了YouTube 或者是個人的回顧 第二條就是從一個教會角度的回顧 當然不全面的 是我自己接觸到的觀察的事 那我就... 是不是會整個十件事呢?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就會分享一下這件事 那第四條影片就講將來 就是有一點是我看到的一些東西 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又不是說先知 要預測些什麼的 但是... 就是... 都是一個... 就是心裡面想說的話 這樣... 好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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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變成700,即是7字比6字好 OK,不是迷信,是說笑而已 通常看到這個dashboard,然後就看內容 看內容,會看到我最近有什麼影片,一邊做 其實全貨都沒有了,我都出來了 有時候會錄了幾條影片,然後逐一點這樣放 OK,就看內容,如果要仔細一點就很抱歉 不如我做大一點點吧 可以用這個方法做大一點點 如果你看這裡,3000多view,是28天內 我通常跟大家看,就看完全年,其實我只有9個月 9個月裡面,其實是55,000多view 我覺得很驚人 我講話竟然有5萬多人看 當然是view的意思是,按一按看 一分鐘,30秒都叫view 所以較實在一點,就是watch time 你看看多少 是5400多個小時 這樣就不少,真的有人看 所以我都很感恩,原來真的有人看 而這些資訊,你就會看到 watch time 以及view,你會看到 我在做了一個多兩個月的時候 然後呢,5月底呢 因為有講到這些 topic 嘩,突然之間高了 其實是特別多人看的 如果看view呢 有一天呢,最高紀錄是1200多人看的 當然有最低紀錄呢 最低紀錄呢 都有幾十幾 最低紀錄是70幾 60幾,30幾 嘩,前一段時間我很忙 做少了,馬上就低了 所以做多一點,又推高了 這些演算法就是這樣 我也再講一下 所以大家多點回應 多點看一下,你按一下 幫一下我吧,又會多一點的 因為呢,你做多一點這些事情 就不只是你看 而是他就會計算這條數 就會想覺得這個channel的東西 給更多人看 OK,那,究竟有什麼video 是那些人受歡迎的呢 我想給大家看 嘩,噹噹噹噹噹 原來呢 第一,No.1就是姜濤 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姜濤 MIRROR,ERROR 超過五千人看了 很厲害的 現在還有一些人是 一路有新的觀眾 為什麼呢 姜濤MIRROR,ERROR 只要那些人在看這些東西 那他就有機會 關鍵字就放了下去 所以都不少人 是因為姜濤這條片 而認識我的,我知道 包括了基督徒 其實姜濤的片 有兩條的 三條是 前五位都用姜濤的關鍵 挺厲害的 我特意擺姜濤這個關鍵字 一個就是 我做了兩個月的時候 說說 很感恩,姜濤的片 很多人看 這個也有1600多人看 為什麼有這樣的東西 OK 是,Video Analysis 不看這個Video Analysis 不看這個Video Analysis 可能因為 有些東西彈了出來 他就會被我去 有個數字走出來 OK,回來 第五條片 又是超過一千的 就是講姜濤的八字 有些人在說 姜濤的八字看到他的名字 我覺得是Bushit來的 當這樣的時候 就有千多人看了 第二條呢 也是原創 那當然 你始終多人看的 一定是一些 所謂Hot Issue Hot Topic 那就是魷魚遊戲 那我就不多說了 因為魷魚遊戲 又打開了 另外有些人的 對我認識 那這個都2500多 其實我後來就 因為這條片 在剪接那個 出了少許問題 所以到後來 就有聲音 拍子就停了 後來我再上載多一次 也有百多人看的 所以其實 這條片 真的有很多人看 而且我是很早 去留言 這個魷魚遊戲 他上了幾多 第五日 我已經看完整齊 然後我已經 給了一些留言 所以 是的 我也覺得 這個挺有成功感的 跟著 第三條 就很感謝Satury 就是帝兄 就說耳巴衝突 黃家俊先生 差不多到2000 這些很資訊性的 其實這條片 特別多男性看的 我覺得這些都是 我跟他身上也學到 我透過訪問的形式 其實很多片 都有訪問的元素 就受歡迎的 你看到 到第八條第九 第十 其實跟著那幾條都有的 都是訪問的 有沈旭輝教授 多謝他 可以訪問我 我覺得是很榮幸的 他的頻道也有很多人看 也訪問了很多人 我是其中一個 叫做牧師的代表 所以 老實說 就是借他的名氣 捕捕多一點人去認識 所以 一打沈旭輝 可能這個就會出了 有份看 我這個是觸本版的 在他的頻道裡面的剪接版 這個觸本版 也有八百多人看 接著 就有三條 其實都是跟李錦斌牧師有關 我訪問了他三次 都有七百多人 其實李錦斌牧師的頻道也很好 大家去看一下 因為他很明顯是趕鬼牧師的標誌 但是 有一些關於教會界發生的事 就有些不同的分享 我發覺這些都會是 始終都是Hot Issue 我看的頻道的人 都是教會人多 所以 你要看到 講死人復活 講福堂有個見證 有個煤杯 怎樣去死人復活 我順著那個勢去思想這件事 也有很多人看 又是八百多人 不斷有人繼續看 另外一個就是野是生非 講黎明金句 是不是可以這樣惡搞呢 當然 我在講某間教會做這件事 我不贊同這種方向 但是 當我說Hot Topic 當然是被人吵 當被人吵 人家要看我講什麼才可以吵 所以就八百多條 但是也是一個體會 好了 See More 其實呢 我那些影片 都有二十幾條 我記得 現在是Generate出來 有二十幾條 放大一點點 就是 超過五百 我先看看 剛剛去到 江 邪寧附身 對了 前十超過七百 接著 這裡開始 就 這個 楊子聰 就是訪問楊子聰先生 廣義端 廣義端也挺歡迎的 耶華見證人這條 還有楊子聰先生這條 這兩條都是廣義端的 對 那 六百以上 五百以上 都是 五百以上 都有十幾條 即是說 前二十呢 是超過五百人 有十幾條 看的 蟬妖畫 鬼婦 其實這些都是 和靈界有關的 或者是異端有關 新紀元 所以又是 訪問 訪問 關豪爾牧師 那 有一條 自說自話 為什麼這麼多人說KOL 看KOL 都會看 全台人說話 自己說自己 也有五百幾條 那就 驚應敬拜 其實 你會看到 超過三百 即是無三不成幾 即是幾百人看的 其實都有二十幾條 我算過 即是接近三百 二百幾 都有 即是有三四十條 其實 那些 題目 都幾闊 那 如果 你現在 還在看我 又沒看過我的頻道 其實我 碰到的範圍都多 我也嘗試說 不同的東西 那 讓大家 又看看 其他的 一些 數據 那 有些數據 就是 你那個 的 page 可以 看幾多人 其實 你看看這個數 印象 即是 你看看YouTube 有些 印象 有些 不是會按下去 但他展示出來 有時候會移動給你看 這個叫印象 其實 有五十幾萬人 看過 在手機上 看過我的影片 都幾厲害 而 有二十個人 裏面 有一個 4.9% 就是差不多 差不多 就真的 卡了進去 而 看的 即是 因為這個印象 即不是 我訂閱 因為這個印象 而看的 都有五萬多 觀看的 就是 總體是五萬多 觀看的 就是 總體是五萬多 觀看的 那 trend 差不多 而 你會 看到一個 漏斗型的印象 哪裏的 source 看什麼 更多 全部 可以看到 但很可惜 其實 Fave 100M 那裏 也有 10% 很多人 因為這樣看 我昨天也說 我有宣布 就是 其實 Fave 100M 即是信仰百川 已經在網頁公開宣布 我其中一個作者 我是早期第一批 以前的logo 都是我做的 那 信仰百川 就 出了notice 就會結束了 即是做了八年 這樣 都很可惜 但我也很欣賞 Daniel 張國同思彥 張教授 他擺了很多心機 他也很支持我 其實我是 當他前幾個月轉型 就是logo轉賣 那時候 他也想再做多些事情 轉型的時候 其實我就說 我都不寫了 因為我做YouTuber 後來他說 那你就放些YouTuber上去 他繼續鼓勵我 繼續留在信仰百川那裏 所以很感謝他的 使得我的頻道 多了人看 都是因為 就是信用脈川 好 那 engagement 其實這個數據也挺重要的 就是 有幾個人看你的東西 我平均一條片 是20分鐘左右 有五分多鐘看 其實都算是這樣的 即是有四分之一的 有些人都 這個都很重要的 就是這些人 可能按一按都叫做一個view 但是幾十秒就叫做一個view 但是平均來說 都有相當多人看那些內容 那我也感恩 是的 那 audience audience 很值得去理解的 那audience 你會見到 就是 那個traffic 就是晚上多些 其實主要是香港的朋友 那澳洲呢 其實是三分之一 那香港呢 就是 我明天又說 遲些可能有機會封網 那如果封網 就少了很多觀眾 都會增進得很慢 但是我多謝你們 支持 那 就 subscribe的人 其實看得少於不subscribe 那請大家subscribe 看多些 另外就是六成多 你差不多失成呢 是女性的觀眾 多謝你們 但是也有 不少男性的觀眾 年齡層呢 就是我是這樣的 age 最多人就 真的中翻 我age的人 就喜歡聽我 這些人的說話 OK 這樣也正常 那我年輕的觀眾 是少一些的 但是也有 老年都有 我也是感恩 OK 那最後呢 其實就看看 我有多少subscribe 那其實呢 我是 就是 可以這樣看 先看這裏 那個dashboard 那麼dashboard那裏呢 就 不是 看這裏 那他就告訴你 你有多少人看你的東西 咦 我按錯了 莫非 是這裏 sorry 是的 那他這裏呢 C live crown 這個都值得看 好想不是689 那是698 差兩個 差兩個 請幫助我 你看到這條trend 這裏28天 是不作準的 365天看 其實 一開球的時候 很多人支持我 就 噓一聲 很多人subscribe 但是呢 你看到呢 除了姜濤那一輪 就多了人 其實是穩步上讓的 對他最近呢 一二個 一二個 這樣啦 但是都是一直這樣上 其實呢 我知道有成一百個左右 就是 subscribe 就是 其實曾經subscribe 過的人 應該有八百以上 但是有些人就 subscribe 但是都有七百左右 我覺得 都是一個 成果 那 我也想不到 可以堅持了 九個月 我最初是想你六個月 再看看是怎樣 然後九個月 平均我出了二百七十一條片 加上這條 那就是說 九個月裡面 我每天 平均是出一條片 那其實 嗯 我覺得 都有交代啦 那我都希望繼續做的 要大家多些支持啦 那我希望 在一年內 這個難 就要做到一千 因為看這個小 尤其是 六百至七百 很艱辛 我覺得 兩個半月 足足差不多 才可以一百 最初 那段時間是快很多的 那會不會越來越慢呢 不知道啊 那希望 但是我已經做到 就是說 不只是要幾多人 去subscribe 一定有個目標 但是我都發覺 其實有人聽到 有些feedback 可以幫助 那我也很感人 所以這個回顧 就是 應該今晚都不會再錄一條片的了 那就是 對了 新年快樂啦 希望明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的一些回顧 一些展望 一些看法 好 下次再見 拜拜